花蓮縣9月6號到7號在花蓮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館舉辦一場感人至深的文化盛典 台灣十三族薩奇萊亞族火神祭音樂劇 演出帶來一段深刻的文化傳承之旅 重現薩奇萊亞族的壯麗文化史詩 我要讓這場演出更加專業富有藝術表現力 特別邀請阿勒菲斯文化藝術團的專業舞者共同演出 他們加入不僅提升整體演出的水準 也讓音樂劇添加豐富的藝術層次 目前薩奇萊亞族已經超過全年都完成主體的登記 這次音樂劇也希望能夠借此機會 呼籲更多竹人加入成為文化復興的重要起點 在這片跨年土地上只有透過全體竹人團結以及支持 才能夠一起捍衛並且援繫這珍規的文化遺產 希望帶給觀眾的是你可以去聽音樂 去聽我們的畫面的表現 然後看看舞台上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有些細節可能在 大家在過程裡面可能沒有發現 但是在舞台上會被放大 大家可以看到去感覺這樣子 薩奇萊亞族火神祭 不僅是一場祭世祈福的儀式 更是一個對自然的敬畏 對祖先的追憶 以及對生活的感恩 這場音樂劇將以壯麗的史詩形成 描述族人生活信仰對未來的祈願 這也是文化首次在花林土地上 进行的全景展现 火神祭 这个萨奇莱祖 比较重要的这个祭典 来做主轴 来发展一个音乐剧 那么所以做成一个标案 那么是由多大公司来得标 那这个多大公司 他就找了这位黄生泉导演 来合作 来把这个脚本编出来 同时也邀请 我们当地的族人 跟阿勒菲斯一起来演出 我们最近针对各族群 也做了非常多的纪录片 跟音乐采集 那么今天这个火神祭的音乐剧 如果大家觉得反应不错的话 将来我们也会针对其他的族群 来做类似的这个活动 今天许说表示 这场音乐剧 不仅是一场视觉听一觉的盛宴 更是一场触动心灵的文化之旅 相信这故事 深深会触动每位观众的心灵 让大家共同见证 撒给大家主文化的美丽业力量 就 chegar就 говор了